宝贝们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小白姐姐 今天呢,我要教大家用草丝 给小鸟宝宝做个温暖的锅 我们开始吧 黑色圆形卡纸,颜料,调色盘,洗笔杯,画笔,白乳胶,剪刀,材质,勾线笔,海绵刷,眼睛,双面胶,草丝 先用双面胶和洗笔杯做模具画园 然后将它们都剪下来 在背面涂上白乳胶粘在卡纸上 然后画上一些绿色的树叶 生活中绿螺,平安树和万年轻的树叶子 使常年为绿色的,像枫叶 银杏树的叶子到秋天就会变成黄色了 生活中大部分我们见到的树叶都会在冬天的时候落叶归根 用海绵刷占取白色颜料 按压在卡纸上白云就完成了 小朋友们也可以多按几个画一朵大大云 在卡纸上涂上白乳胶 可以用胶水头将其稍微抹开 将草丝粘上去 稍加整理 将眼睛贴上 眼睛是自带被胶的 蘸取橙色颜料化嘴的部分 微信的小窝完成了 小朋友们我们要一起爱护小动物哟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